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的手上拿著這一罐300V 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300V的一個使用心得感想 那首先呢 我們先請我們的林七哥來吧 我們蹲下來講一下 今天早上啊 林七哥已經把這個300V給換下來了 然後呢 你把這個300V給換下來之後 你去換什麼油 還是300V 而且翻話是一樣 事實上是事實的 沒錯 這個300V啊 你其實用的時間不長耶 你只用3000公里就把它換掉了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到3000左右開始的時候 打檔就變得超級硬了 而且短速拉起來好像比之前的也稍微再拖一點點 之前很多車友在看你換上300V之後 都說這個油啊 不好用 或是說它衰退很快 或是說這就是一個 蠻傷癮的這個磨合油之類的 就是說它可能只適合你拿去跑賽道 然後跑完之後馬上就更換 它的效能雖然很好 但它的持久性其實並不是這麼的好 你有這個感覺嗎 對 我也開始有這個感覺 感覺就是一個 來得快去的也快的一個油這樣 那為什麼這一次你還會選擇換上300V呢 因為上次換下還有400V 我想說那400V比較浪費 要秉持了客家精神 所以我又再去買了兩罐 輸不吃我家車庫還有多的300V 對啊 我口罩上次換的時候 你不是跟我說已經沒了嗎 我不知道 就還是有多的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超神奇的 難道還會自己升職 這就是之前很多年前買的 然後就一直放到現在 它沒開封應該是不會壞啦 那總體而言你對300V啊 它的整個騎乘的特性 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是喜歡的 它真的有熱超快的 而且對啊 帶給你的回饋是很好的 拉轉很快 對 可是問題就是 就是來得快去得快的 3000左右就開始衰退 很明顯 對於我們這種 像我的日常騎乘上面來講 650R對我來講都是順順騎的話 好像就不大適合嘛 嗯 因為我的油溫沒有拉得這麼高 對啊 因為你的車子雙鋼的 然後 YAMAHA的07本來在油溫上面 我覺得就是比650R再高那麼一點 對啊 然後 它在運轉的時候 你騎的時候有時候又會比較暴力 你想說這個扭力來的快感 沒錯 拉轉的速度 就是轉速你不用拉高 但是你拉轉的速度很快 對 你可能 5000轉6000轉 但是你是一瞬就給它拉上去 用力灌上去 對啊 你就不是順順的帶上去 那這樣子就會蠻適合用300V的 對 然後 除此之外呢 這罐300V再用起來啊 你有沒有覺得會減少離合器打滑 或是說 它其實讓你換檔的腳感更不好 還是沒有什麼差別 剛換的時候是 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我之前換的 其他牌子 這麼的 順暢 對 就是稍微有點 一點點K但是 對啊不會到很K這樣 之後你會想換什麼油 之後我想用用看 5100吧 5100 對啊 網路上評價好像也還不錯 還是你要用用看我現在在用的尼斯 也可以啊 我之前用的賽克龍其實也不錯 賽克龍那一隻有蠻多車頭推 它好像是大小車頭同時 它熱油速度不是最快 但是它的整個均衡性非常好 而且價格非常便宜 像這個300V啊 一罐你說就算你去買水貨也是要400塊嗎 對啊 我是找那個有品牌的買要400 400塊 如果去網路上買應該可以買到300多的 網路上 但是那個就是來路不明 就是它算是水貨 但是它來路不明啊 那你是去找有品質的水貨商買 買400塊 對啊 然後用起來 其實你就只是為了把這個油給用掉 並不是因為真的太好用了才用下來一次這樣子 沒錯 我覺得它真的衰退有點太快了 縱觀來講CP值不高 因為你半一次要兩罐半嘛 對啊我要兩罐快半 兩罐半的話這樣就等於是你要1000塊 換一次要1000塊的油錢 對啊 因為兩罐400塊嘛 再加半罐200塊這樣就1000塊 1000塊 如果你又是去給外面的車店來做處理的話 那 工資大概500塊 就1500 然後再加機油芯的話 機油芯多少 自己買還蠻便宜的 如果給人家弄可能也要四五百 我記得YAMAHA原廠機油芯是500還600吧 蠻貴的 去外面買一樣的 就是一樣有品牌 像K&N這種 有品牌的 它的油芯好像也是不用那麼貴 兩三百就有 我這個是DMV的 DMV的啊 一顆300塊 所以說你其實 如果說你像是用賽克龍啊 或是用其他品牌的油 你可以去挑它的價格 比較適中的 嗯 這樣子一次保養 大概就抓1000塊 出頭就可以完成 對啊 如果說你是去找像是300V 然後又是去給店家做保養的話 你可能一次保養 就要2000多塊左右了 對啊 而且這個2000多塊 可能你3000公里 就要把它再處理掉了 還蠻不划算的 對啊 CP值真的不夠高 所以上次你在換這個油的時候 車友們講的其實都還蠻準確的 就是 這個油啊 用上去雖然說 用得很爽 很快 但是也去得很快 對啊 所以你會推薦大家用嗎 還是其實還好 我覺得想長先看看可以 但是如果要長就使用 不推薦 不推薦 然後還有跑場地 我覺得也可以用用看 對啊 來得快 去得也快 你也不用像尼斯塔 可能要先騎個一兩百公里 它才會順 沒有沒有這個 騎步就很快就起來了 就很順了 好 那以上就是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零七哥在這 3000公里 使用這個300V的一個心得 上次在更換完之後 就是有說 會分享給大家 到底它的整個使用狀況怎麼樣 對啊 到底神不神 好現在的答案已經出來 它就是 大概3000公里就白白了 對 但是在這3000公里 它中間是還蠻神的 對是真的蠻神的 可是過2500之後就開始 對過了就 就不省了 然後它走下坡速度是這樣 喔喔喔喔喔 就下去了 就直接衝下去了 就直接衝下去了 大陸神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 油的特性符合你的話 你可以去裝看看 OK 那這一次的心得就在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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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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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